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煽风点火,使本已混乱的局面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我们现在看到的镜头就是江青一伙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表演, 在台下坐着的还是一些稚气未脱的孩子,一位经历过这种场面的红卫兵是这样回忆的。 那么我记得最早一次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学校喇叭里就开始广播了, 就说你这个学生都到操场去集合,你就到操场去了, 然后我们学校的红卫兵领袖就开始进行讲演,就开始讲这个就是我们要闹革命的秘义什么。 那么这样的话呢,最早一批红卫兵完全是学统论,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动, 我现在回向前我们其实是被利用的一批啊,就是一扇就起来, 因为那时候文革刚出七的时候还没有分出两个明确的战线, 因为毛主席战略部署谁也不了解。